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九路A3聊球平台 我是你们主持人李恒瑞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九路课题 就是有关于Frankey Dijon的巴塞罗纳未来 没有说前几周的时候 曼尼就跟巴塞罗纳已经达成Frankey Dijon 这笔交易的转回费的供出了 可是迟迟就是等不到这一个 来自Frankey Dijon的这个绿灯了 这交易的最后一里路 始终就是没有办法完成 属于这种停滞不前 陷入到这种死局的这个情况 Frankey Dijon到底是什么情况 不愿意给曼尼这个绿灯 是他真的不想加盟到HOMO曼尼吗 是他真的不想跟他的Series Rx 恩师Erik Tankard重新的合作吗 上演重聚欢吗 还是说曼尼没有办法提供给他 欧冠足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阻碍 是很大很大的说话 不愿意接受曼尼的这个报价的很大原因 还是说是因为巴塞罗纳 亏欠他的薪资 他想要拿回来 所以就在这个纸边上来讲的话 硬硬的不接受曼尼的报价 硬硬的告诉巴塞罗纳说 我要跟你死磕到底 你们必须要把亏欠我薪资还给我 我才愿意做出离队的这个动作 否则的话 我知道你们的这个财务情况 是非常非常的窘迫 如果我留队的话 搞不好你们没有这个薪资空间 去注册新买的球员 Levandowski 这些球员 你都没有薪资空间去注册的话 你们的这个财务危机 可能会进一步的受到很大程度上的 这一个压缩 甚至最后会出现破产的情况 不过巴塞罗纳这里的话 已经是告诉朋友说 你要留队可以 不过我们已经是发出一个很强烈信号 告诉你说 如果你要留队的话 你必须要做出50%以上的这样子的动作 否则的话即使你强硬留队 我们都有办法会去毁掉你的职业生涯的 所以今天的话 一起跟大家聊聊 Frankie De Jong最新的转回动态 请勇不退缩 96 A C E 没有错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巴塞罗纳这几年的财务的这个情况是非常非常的糟糕 甚至说今年夏天为了在转回市场下有足够的资金买人 他们必须要抛售将近49%的这个行销权 还有这个电视转播权的这个费用才能够把这一些钱 转换到这个转回市场上 凑几这些资金才可以给这个Javi去做阵容上的补降动作 尽管已经是买入了Rafinia买入了Levandowski 甚至说已经是以免费签约身份签下的这个Christensen签下的Frankie De Jong 甚至接下来还有可能会去追逐Juice Kunde Alonso和Aspiti Quetta的同时间底下的话 巴塞罗纳尽管有钱买这些群员 可是要注册这些群员去到西甲的这个阵容的话又是一回事 毕竟西甲联赛上面来讲的话有非常非常严苛 完全不会有任何散良与地的这个性质的这个架构 告诉巴塞罗纳说你们有钱买球也是一回事 可是你们的这个性质架构能不能够符合西甲的这个规定 能不能够让你们有足够的这个空间去注册Levandowski去注册Rafinia 是完完全全的两码事 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变相对巴塞罗纳来讲的话 他们今年下年必须要在阵容上面出售一些高型的球员 Frankie De Jong的话下个赛季开始会是巴塞罗纳 数一数个高型的球员 可是同时间来讲的话 阵容上来讲 他的位置基本上已经是被Frankie Cassier取代权底下的话 巴塞罗纳似乎已经是不再需要Frankie De Jong了 所以他们今天夏天就是非常非常积极想要抛售Frankie De Jong 甚至说已经跟曼联达成了这个Frankie De Jong交易的这个转规的公司了 这个转规费根据转规大使Visio Romano报道来讲话 是8500万欧元的这个总价嘛 曼联会先付一笔7500万欧元的这个储石价嘛 剩下的这个1000万欧元会以这个附加条款的方式去做支付这个动作 可是Frankie De Jong自己来讲的话 迟迟不愿意给出这个绿灯 告诉巴塞罗纳说 你们还亏欠我薪资 这个薪资你们还给我 我搞不好可以考虑离开巴塞罗纳 否则的话 我是不可能就这样子冒冒然的离开巴塞罗纳 让你们省下亏欠我的这个1700万欧元的薪资 我之前为了要留队的话 已经是做出了两次的这个降薪动作 我两次的降薪动作就是为了帮助你们度过这个财务危机 可是现在来讲的话 本该在这个赛季开始你们要偿还我的这个拖延的这个薪资 你们在这个变卖49%的这个转播权 49%的这个行销宣布后 你们获得的资金竟然不是第一时间想要说 还给当初你们面临到财务危机的时候 愿意做出降薪 愿意跟你们度过这个难关的财务而是在转回市场上进一步的去买财 然后另外一方面告诉我说 你们没有足够的钱还我 你们亏欠我的薪资 甚至要把我刨收掉 甚至没有打算要还我 你们亏欠我的薪资 现在来讲的话 这个问题就是落在了Frankie de Jong这个角落 他要不要离开巴塞罗纳是一回事 他为什么不要离开巴塞罗纳又是另外一回事 他要不要假如到鸿蒙漫年 这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去到漫年的话 没有欧贯足球 可是有他习惯恩师的Eric Tengar在等着他 可是并不是那么简单说 他要离开就离开的 像我讲的巴塞罗纳亏欠他的薪资 他拿不拿的回来 他有没有心想要离开巴塞罗纳 要去到鸿蒙漫年 如果他愿意做出任何的这个手段 要留在巴塞罗纳 我也不能够讲什么了 因为巴塞罗纳这里已经告诉他说 你要留队可以 可是你要第三次降薪 你要降50%左右的这个薪资 是至少你要放弃到巴塞罗纳今天 亏欠你的这个1700万银帮的这个薪资 甚至说你的这个位置要从中场 进一步的挪后到中位这个位置 别忘了 今年夏天巴塞罗纳还要在这个转回市场上 买入Juice Kunde的话 Fengi Dion基本上就是来自于 受到的来自于巴塞罗纳高层这个威胁了 我们已经发出了很明显的信号告诉你说 你不在球队的这个计划里面了的 你必须要离开球队 我们的球队已经没有你的计划了 像是这这几天在这个机前车赛的两场比赛里面 Fengi Dion是替补的身份坐在板德西上 尽管下半场轮换上场替补上场的时候 他替的也不是他手机的中场位置 而是去替的中位这个位置 Javi告诉这一个 在这个采访上面的时候就讲了 Fabijo Romado转发这个报导去讲说 我不会是来这里发任何的这个讯息的 我已经跟这个Fengi Dion进行过交谈了 我对他是非常非常其中 我是非常非常看重他的 他是一个很关键性的权 可是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有这个财务的这个情况来讲的话 还要必须去遵守这个财务公平制度的话 我们可能必须要忍痛做出跑手的动作 当然如果他留下来的话 他仍然能够给我们很多的这个贡献 作为一个中位 作为一个中位 Fengi Dion可以讲是全欧洲主导上面 最有威望 最有这个实力 最有潜能的这个天才新中场权 结果Javi既然这里就讲说 他可以给我们很多的这个贡献 作为一个中位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 就是这个Javi在告诉Fengi Dion说 我们现在的这个东西啊 两个情况啊 财务危机的情况我们要出售你 不要遵守这个财务公平制度 要去腾出足够的这个薪资空间 去给西甲注册 Levandowski注册这个Rafinia的话 必须要出售你 这是两点 第三点 你要留队可以 你要做50%以上的这个降行动作 不然的话 你没有办法留队 甚至说 即使你要强硬的留在球队里面的话 我们也会尽可能的毁掉你的这个职业生涯 我会把你硬生生的从中场的位置 车到中位 甚至说你也不会是我们首发的这个中位哦 我们首发的中位还有Arahu 甚至说可能会买入Aspi Quetta 甚至可能会买入Kunday 甚至说我们还有Eric Garcia 这些球员 你只会是一个替补西上的中位的选项 这对于这个Fengi Dion来讲的话 Javi 巴塞罗那高层已经是发出很明显的 很强烈的信号告诉他说 你必须要离开球队了的 你不在我们球队的这个计划里面了的 巴塞罗那信号已经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告诉Fengi Dion说 你要接受曼联的这个报价 不然的话 即使你强硬留在球队里面 你有跟我们的合约到2026年没有错 你有这个最后最终决定前说 你要不要离开巴塞罗那 没有错 可是我们会尽可能的毁掉你 你就要看说 是Fengi Dion的流队 迫使巴塞罗那出现到破产的情况 先发生 还是说巴塞罗那先毁掉 Fengi Dion的职业生涯 会先发生 我觉得说 这样子的局面的话 已经是转向了 已经是走向了两败俱伤的这个局面 Fengi Dion的流队 如果不愿意做出降薪制度的话 巴塞罗那没有办法注册Randowski 没有办法注册Raffinia 巴塞罗那很可能在行资上会出现到 很大很大的财务的这个危机 真的很可能会面临到破产的情况 那同时间来讲的话 Fengi Dion职业生涯 留在巴塞罗那 为了那一个1700万银棒的薪资 留在巴塞罗那的话 他的职业生涯真的会被巴塞罗那毁掉 如果巴塞罗那真的 把他看作是中位的替补选项的话 我们之前就已经讲了 Fengi Dion这笔交易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复杂的 最主要原因就是 若在巴塞罗那 在这个财务危机上面来讲的话 处理Fengi Dion的这个交易上面 是非常非常的不专业的 Fengi Dion之前两次答应 暂时性的做这个 Dien工资的这个效应去做帮助球队 度过财务危机的这个情况的时候 巴塞罗那当时就答应了Fengi Dion说 你这一次年续两个赛季做出驾行动作过后 你在第三个赛季也是即将到来的 22到23赛季的时候 我们会开始以加薪的方式去还你 之前我们拖欠你的两年的这个薪资 这个赛季22到23赛季 本该是开始偿还Fengi Dion过去这两年 他们所亏欠他的 总共1700万英镑薪资的这个赛季 可是今年夏天一到达的时候 巴塞罗那马上返回 马上意识到说哇 不能了下这个下 这个夏天我们不卖掉Fengi Dion的话 哇2223赛季开始了 他就要加薪了 我们没有足够的薪资给他加薪 我们没有足够的薪资留下他 我们没有足够的薪资去做出 留下Fengi Dion 然后继续给他加薪的这个动作 我们想要的东西就是在总维市场上 买人去补强阵容的话 我们必须要去出售Fengi Dion 只有出售Fengi Dion的情况底下的话 我们不用还他亏欠 亏欠他的这个1700万英镑的薪资 我们不用给他做加薪的动作 我们甚至说可以从他身上 换到总回费去买球员 甚至说他遗留下来的 他离开球队过后腾空出来的 这个薪资空间 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注册新的球员的 所以我就讲了 巴塞罗那现在要讲要卖Fengi Dion的话 看中的是Fengi Dion 转回市场上的价值是第一点 看中的第二点就是说 Fengi Dion变卖掉过后 他们之前亏欠他的薪资 他们跟Fengi Dion 一旦做出Fengi Dion这个动作过后 他们跟Fengi Dion就没有兵主关系 他们就没有义务要去偿还 他们亏欠Fengi Dion1700万英镑的薪资 然后另外来讲第三点就是 Fengi Dion卖出去过后 他腾空出来的薪资空间 可以给巴塞罗那注册新的球员 就是这三点 非常非常的明显 巴塞罗那要要抛售他 他在转回市场上 可以换取了转回费 他把抛售掉过后 结束了兵主关系过后 巴塞罗那不用偿还 亏欠Fengi Dion的薪资 第三点 Fengi Dion离队过后 腾空出来的薪资空间 他们可以去注册更多的球员 所以他们为了要强迫Fengi Dion转回的话 故意去挑动他在场上的位置 强迫Fengi Dion告诉他说 你不在我们计划里面了 你必须要离队 所以Xavi这过去两场 以为赛都把Fengi Dion放在板德级上 不让他打手法 即使把他轮换上场 替补上场 也只让他替中位位置 这有点类似说 曼联这里 Erik Tankhard在处理Alex Talas这个情况是一样的 在季权热身赛的这个巡回赛里面 Tankhard把Alex Talas的位置 从他熟悉的左后位置 挪到了总位位置 踢了两场比赛过后 在最后一场的季权热身赛的这个比赛 对上Anson Villa的比赛里面 把他放到了防守中场这个区块上面 什么位置都给他踢 就是不让他踢最熟悉的左后位位置 告诉Talas说 你不在球队的计划里面了 你的位置已经是被马来西亚取代掉了 你是时候跟你的经济人寻求一个离队的可能性 做出跟曼联切割动作的这个关系好的 Javi Barcelona在Frenkie De Jong这个事件上面来讲话 也是做出同样的这个情况 什么位置都让Frenkie De Jong替 就是不让T他最熟悉的中场位置 把他位置进一步的挪到这个中位的位置的话 告诉Frenkie De Jong说 你继续留队 你的这个在球队的定位就是这样子 你就只是一个后补了这个中位 因为我们接下来可能要买入Kunday 我们还有这个Araho 还有这个Eric Garcia 还有其他的中位球员 都会排在你的前面 当然的话 Barcelona要做到这样局的话 他们就要做好事情准备说 Frenkie De Jong可能会继续的跟他们死磕到底 为了拿他的这个亏欠的薪资的话 他会死磕到底 他会放弃到接下来一到两年左右的 这个职业生涯的这个 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留在Barcelona死磕到底 因为毕竟最终掌握这实权的 始终是Frenkie De Jong 他跟Barcelona合约是到2026年的 即使Barcelona跟曼联已经达成的转会的 这个共识 谈成的达成的这个转会费的 这个最终的这个价码 曼联也没有办法 敲定Frenkie De Jong的签约 因为最终的首 首握实权的最终决定权都是在Frenkie De Jong身上 Frenkie De Jong一天不接受来自鸿蒙曼联的报价 一天不去签鸿蒙曼联给他的这个合约的话 他就会是Barcelona的球员 如果他是Barcelona的球员的话 Barcelona就有义务 要在22到23的赛季开始 调整他的薪资 给他做掌型的动作 然后通过加薪的动作 慢慢的去偿还 他们过去这两年 亏欠Frenkie De Jong的这个薪资 所有的实权 所有的决定权 这笔交易会不会发生 Frenkie De Jong要不要离开Barcelona Frenkie De Jong要不要去曼联 这个决定权并不是在曼联这里 并不是在Barcelona这里 是在Frenkie De Jong的手上 现在老实来讲的话 曼联不知道交易会不会发生 Barcelona本身也不知道 这笔交易会不会发生 只有Frenkie De Jong才可以明确知道说 他会留在Barcelona 还是他会去到鸿蒙曼联 所有的决定权都落在Frenkie De Jong的手上 Barcelona能够做的东西就是强硬的 发出这些很明显的信号 告诉Frenkie De Jong说 你留在球队的话 你的位置可能会被调整到后补的中位 你留在球队的话 又不愿意做出降行这个动作的话 我们会尽可能的让你的生活度日如年 会尽可能的做毁掉你的这个职业生涯这个动作 会去故意去毁坏你职业生涯 迫使你做出离队 迫使你做出转会的这个动作 Barcelona我就只能讲 他们在这一个财务的这个管理上面非常的糟糕 在对待这些中心球员上面来讲我也非常的糟糕 球员当初是因为你们的这个财务危机 为了帮助你们度过难关 答应两次延缓那薪资 两次降薪 帮你们度过财务危机 结果你们对待他的方式是什么 你们本该偿还他的薪资 你们没有打算偿还 你们想要反悔 你们要故意抛售他 把他推出俱乐部 你们为了要逼迫他爪会故意把他在场上的位置做调整 拉到中位的位置 而且是后补中位的位置 这个动作非常非常的下散烂 Frenkie de Jong掌握这十拳 他最终要不要离开Barcelona 他最终的这个决心是如何 没有人能够去左右 没有人可以去帮他做决定 你可以尝试的去给他压力 尝试的把他推出俱乐部 可是他手上有的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 到2026年的这个合约的话 没有人可以真正的把他驱赶出俱乐部 曼联这里想要得到他 就只能告诉自己说 我们就必须要等 等看说Barcelona什么时候要支付他 他们亏欠他的这个薪资 或者说曼联这里就 必须要咬咬牙 告诉Frenkie de Jong说 你来曼联 Barcelona亏欠你的薪资 我们给你 就是这么的简单而已 所以我个人真的觉得说 这笔交易的话 再拖下去 对曼联 对Barcelona 对Frenkie de Jong来讲的话 这三方都没有太大的好处 Frenkie de Jong这里 我就只能讲 只有他能够决定这笔交易 这个闹剧什么时候结束 这笔交易 很可能直到转会窗口关闭之前 我们都不会知道说最终 Frenkie de Jong的未来是 留在Barcelona 降行留在Barcelona 还是说不降行 强留在Barcelona 还是说会去到鸿磨曼联 不知道你们的想法又是如何呢 你们觉得说Frenkie de Jong最终的 这个决定是留在Barcelona 是以降行的方式留在Barcelona 还是不降行的方式强留Barcelona 还是说会去到鸿磨曼联呢 你们觉得这一出闹剧最终的这个决局是什么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底下 发表下你们一键给我们做分享的动作啦 这就是今天的这个今日课题 我们下次再见啦 各位先这样啦 拜拜